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看街舞三时候的第一反应 7月18号街舞三节目开播 第一期节目时长超过了两个小时 前15分钟是四位新队长的起舞大秀 坐着轿子出场的张艺兴背后是金色的龙 表演的是自己的歌曲 王一博出现在冲出着绿光的钢铁城市 绑着绳索俯冲而下 王嘉尔从天空悬浮落下 和舞团的King Z表演Titanic 钟翰良则是破海而出 红色甲板上与街舞二的冠军夜音 扮演的人者还有一部分对手戏呢 整场大秀开场是微电影 结尾是队长与近400名的舞者到大起舞 一个硕大的投影logo悬浮在舞台的中央 不得不说这个开场带着宗教式华丽的仪式感 这或许可以感受到街舞三第一期的强烈特质 四位全新的队长同时制作升级 赛制改革舞者阵容进一步拓宽边界 无一不透露出想要在综艺节目 综艺市场砸出一声巨响的决心 口碑市场上给出了不少的反馈 街舞三上线的第一期节目 豆瓣评分人数超过1.5万 评分达到了9.0分 是2020年至今口碑最佳网综之一 在舆论热度之上 街舞三开播当晚 热度一度超过爆款 乘风不浪的姐姐 但是随后热度有慢慢下滑的趋势 回归圈层 根据灯塔数据 截止写稿时间 街舞三实时热度达到了45万 而乘风不浪的姐姐实时热度65万 连续三季街舞系列的口碑一直都在 但是能否破圈而出依旧存疑 街舞三的新评与舅酒 除去节目片头大制作的队长齐舞秀 街舞三第一期节目的爆点并不少 在选手方面 不管是王家尔街道上 结合了舞者的力量 与古典水墨画般柔美的爵士舞者盖盖 能够听音乐卡点的Bitboy杨凯 还是黑马舞者小潮 周汉良街道上面跳出了 黑暗富江舞的苏炼雅 还有王一博街道上的国际大神布布 以及Cash 张艺兴街道里的甩手舞大神小宝 锁舞舞者Lingo 每一个区域都出现了记忆点极强 并且有自我特色的选手 每个战队的头部选手 已经在慢慢的露出雏形 在赛制方面 不管是选区考核 还是传统经典的抢毛巾battle赛 节目街舞赛制里面 呈现出来的对立感 冲突感也足够吸引人 第一轮王家尔与王一博的 3v3抢毛巾大赛里 布布作为battle战神 一人打败了对家杨凯小姐 小潮三位舞者 小潮是街舞圈里面 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却展现出了相当的冲击力 增不上身体分离 地面动作 C舞步等专业技巧 TIPS接龄出现 这场battle在全球街舞赛事当中 都十分罕见 在外面的比赛 从来都是看不见这种阵容的 街舞3的主持人 廖博写用这场比赛 花钱也看不到 第二轮张一新与钟翰良的battle赛里 队长亲自下场 专业度上并不如上一场 大神厮杀来的惨烈 但是队长与选手之间的 个性特征却更加凸显 张一新的呆萌与好胜心 钟翰良作为年纪最大的队长 但是身上却有着奇特的亲切感 与凝聚力 甩手舞舞者小宝 如上一季的徒弟AC一样 带着天然的明亮喜感 第一期节目队长与王牌选手的 牵连与成长故事线 已经埋下了伏笔 但是这些是否能够支撑 阶五三创造一个新高度呢 答案是存疑的 一方面 阶五三虽然选手阵容强大 但是不少都是老面孔 王家尔队第一期挑选出来的 王牌选手 肖杰杨凯 都曾经参加过爱奇艺的 热血阶舞团 以下简称任务 周翰良队让人惊艳的苏联亚 同样参加过任务 这种情况在阶五二就曾经出现过 当时人气较高的大神舞者冯震 一版舞者阿K Urband街舞师马晓龙等 也都参加过日舞 而接下来街舞三将出现的 编舞师黄霄 Breaking舞者公孙无名 popping舞者腾仔等 也是日舞当中露过面的舞者 同时街舞三还有部分参与过 前两季比赛的舞者 第一季的韩根队的B-Boy小白 以及Execured副队长蔡亮 Looking的舞者Lingo等等 第二季的编舞师胡博文 popping舞者周游等 这期中还有部分选手是同时参与过 任务与街舞二的 虽然不能以回国选手 粗暴标签这些舞者 但是街舞类的选手 极高的重复率 还是让人感受到了 选手资源的匮乏 2019年有网友在知乎上提问 这就是街舞 如果拍第三季 那国内的街舞圈 还没有参赛过的大咖们 够凑一季的吗 当时街舞的回答呢 都保持着乐观态度 说别说第三季了 第十季都能够凑够人的 舞者的数量与技术 都是与日俱增的 街舞比赛一直很多 中国这么大 不会缺有实力 有头衔的舞者的 但街舞三第一季 呈现出的状态 还是不能够让人放松警惕 除了信任小超 以及黑马姿态 来让人眼前一亮以外 街舞三呢 还是海外大神 重复选手与 OJ们的控场的 而那么在赛制上呢 街舞三目前 依旧保持着抢毛巾大战 遇事不决舞者 正面白头的传统 这些环节 带着街舞文化里 血性张狂的色彩 也以最直接的方式 让观众感受到舞者 在热爱街舞 尊重彼此的基础之上的 对立与冲击 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 也还原了街舞 测缘层的交流方式 根据第一期出现的 选区变动 在此后的节目里 或许会出现新的赛制规则 在将舞者 battle发挥到了极致以后 节目组还能够有 什么新的组组 还是值得期待的 街舞三出圈与否 超过Q3内容市场的 明暗战 街舞三没有赶上 原本计划的5月上线 今年上半年 因为疫情黑天鹅线上流量 空前暴增 但市场上二八效应 也更加明显了 综艺市场上 声量较大的综艺作品 基本上分为了两大类 一部分是音乐选秀类综艺 将粉丝经济持续到底的 爱奇艺《青春有你2》 腾讯视频的创造营2020 或者是歌手当代之年 《我是唱作人》第二季 各类以明星乐队 原创等为核心元素的音乐综艺 另一部分是各种类型的IP 《综恩代》 包括极限挑战 奔跑吧 王牌对王牌 向往的生活等等 而这其中 占据舆论市场 最大关注的是 芒果TV的《乘风破浪的姐姐》 该节目6月份开始播出 让同选秀类型的 《创造营2020少年之名》等 黯然失色 也靠持续攀升的热度 成为了Q3综艺市场的排头兵 这种情况之下 街舞3的出现是一次破局 三同为选秀类的综艺 但是街舞3以街舞舞者为核心 垂直内容与专业 比拼与其他的偶像选秀 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观众市场 已经被各类舞台选秀 弄得眼花缭乱之时 街舞3带着粗力感 与圈层文化色彩的内容特质 形成了差异化突围 但完成突围仅仅是一个开始 街舞3能够完成热度大爆发 还需要观察 目前Q3综艺市场上 正在发力的选手并不上 创造营2020热度不如预期之后 那么腾讯视频的 《明日孙子4》的出现 也挽回了声势 该节目豆瓣评分8.7帧 热血高校选出的新生乐队 个性化选手十分吸引人瞩目 同期还有的是垂直综艺人 选拔的认真的嘎嘎 脱口秀大会3也迅速回归 爱奇艺则上线了 明星冲浪生活体验的 夏日冲浪点 之后爆款IP综艺 乐队的夏天2也将上线 而芒果TV在 《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爆之后》 7月底将顺时推出 元气满满的哥哥 这档节目呢 已经坐在了舆论市场 爆款预定席上 同时芒果TV风格化IP综艺 《命是大逃脱2》也正在播出 Q3综艺市场上 有口碑制作 有爆款 街舞三小超越前两集声量 实现突围式的破圈 并不容易 另外一方面 随着影视行业逐渐恢复正规 电影市场与剧集市场内容 将会迅速发力 电影市场上 目前是迎来了一波老片复印 观众对走进电影院 跃跃欲试 剧集市场则在隐秘的角落 掀起了悬疑剧 追剧热潮之后 市场上20不获30而已 等聚焦女性性状的话题剧 《重启之》 《极海听雷》 《穿越火线》 等IP改编剧 都引起了市场注意 市场上可选择性迅速增加 观众在被逐渐的分流 在街舞三的发布会上 节目组在发布会的现场 拍卖总聚赛资源 最终小牛电动 以1200万的价格 竞拍向了第三季总决赛 创意当中 插第一顺位的广告口资源 这场广告的拍卖 是业内首创 在广告行业预算 整体下行的情况之下 这一定程度上 象征着平台与行业 对街舞三的信心 现在节目茬刚刚开始 街舞三还有足够的时间 积累热度 而当Q3市场 王牌IP们都真正下场 胜负也就揭晓了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众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